王伟你好 我们的国家人权报告已经完成提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二月份你们也邀请了国际的专家 要到台湾来进行报告实质的审查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台湾人权促进来讲 的确是迈向了一大里程碑 在这个部分首先本期还是要肯定 法务部在这件事情上的积极认识勇于作为 然后让这件事情有具体的进展 那当然接下来本期很关心的是目前台湾儿哨的人权现况 其实在我们的国家人权报告里面有一个部分 它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儿哨的人权保障的情况 那当然在之前本期其实也曾经担任过总统府人权小组的成员 我也特别关注这一块 那最后出来的这个报告的结论 我们也看到说国内的儿哨保护工作 其实还没有完善 还有很多需要检讨跟努力的空间 包括 包括上次我们看到马总统他出席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颁奖典礼的时候 他也指出来就是台湾的这个儿童虐待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现在国内儿童人权值得要继续去关注的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本期认为其实在整个讨论我们国家人权报告的过程当中 儿童的部分 占的比例老实说很少 我不晓得部长没有仔细看过 关于儿童的部分 他占整个那个报告的篇幅 只占了几分之几 我没有做这样进一步的了解 没有做这样的了解 其实他的篇幅真的非常的有限 所以呢 本期这边其实今天讨论这个我们 这个两公约 我要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我不晓得这个部长知不知道 我们联合国在1989年 在联合国 他其实11月20号 就通过了儿童权力公约 部长知道这个公约吗 不晓得 不晓得是不是 哦好 所以你看嘛 就是在国内 我们这个儿童人权 其实还是很多人相当的陌生 那1989年11月20号 他就通过了这个儿童权力公约 那当然我们跟两公约跟这个 呃一样 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加入 但是本期其实有一个构想 就是说在儿童权力的促进方面 我们既然两公约 其实可以透过国内实刑法的方式来进行 那是不是我们的儿童权力公约 也可以是作为下一个阶段 我们来推动 成为国内实刑法的另一个里程碑 我不晓得这个部分 部长的意见怎么样 呃我们可以努力来促成 努力来促成 是因为这个儿童权 相关法律呢 不是法务部主管的业务嘛 是 但是我们 你们愿意来协助促成吗 是 对不对 因为你们其实已经有两公约施行的经验了 我想这一部分的经验 其实也是非常的可贵 这个部分 其实本期认为 我们的确有必要 再跟国际接轨 在联合国里面 跟大家报告 他们其实非常重视儿童的权力的 所以特别在1989年通过这样的一个国际公约 目前将近有200个国家 他们已经签署 那我想我们 国家既然签署了两公约 在这个部分的确可以努力 前一阵子 其实马总统 他有接待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的前主席 他去总统府拜会 当天我也有陪同一起接见了 其实当天总统他其实有特别讲 就是说未来国内可以考虑 我们怎么样在儿童人权这个部分 是不是考虑去签署 这个儿童权力公约 我们也做国内的施行法 那这样子我们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官儿哨人权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独立的报告 像现在国家人权报告是把所有的议题 特别是像社经文或者是公正公约 这两公约涉及到都比较是成人一些的议题 但是儿哨的议题他触及到的面向 老实说他是偏少的 但是因为在联合国他又有一个特别的 儿童权力公约是在保障儿童的这一块 所以本席是认为有必要 我们未来朝这个方向来迈进 把他独立出来 因为当天接见的时候总统其实也讲了 他说这个部分或许我们可以先把报告做出来 我们一样就送到联合国 然后我们去争取什么 我们可以去争取做观察员 就是我们可以先用观察员的身份 就像现在我们加入一些世界的国际组织的做法一样 那另外一个优势是什么 我们讲其他的人权议题 可能有时候在某些方面还会遭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打压 但是如果是儿童 因为儿童基本上他跟政治的议题又更不同了 他其实是完全是可以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他这个议题呢或许协助我们到这个国际的舞台上面 他可以是更纯粹更没有跟政治做任何的牵动 可能比较不会有阻力 所以这个部分呢本席是认为可能有去推动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问一下那个我们外交部 我想外交部应该是最熟悉我们整个国际外交的整个领域 还有联合国他对于一些议题的看法 你是不是认为如果我们现在未来台湾去推动 就是儿童权力公约国内法化 我们也是定施刑法 然后呢我们定期把这个儿少人权的报告就送到联合国 不管他们就是接受或不接受 我们还是定期做这个动作 然后未来去争取 我们可以在儿童权力委员会里面去争取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慢慢去跟他们接轨 就你对国际事务的了解 儿童的议题是不是有这个空间 像总统所说的 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是 报告委员 我想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来研究来进行 如果是说也跟这个两公约一样都内国法化以后 我想我们可以比照来半年 试试看 那程序刚刚委员讲了 应该就是儿童这个问题 跟人权问题一样 应该是有一些普世价值在里面 是 我想我们可以试着来朝这个方向来做 好 本期也希望要求这个外交部 在跟联合国儿童权力委员会这边 可以多去搜集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送报告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争取成为观察员的身份 我想未来本期这边 会希望要求行政部门要一个跨部门的一个小组 我们来订定这个具体的进程 那因为本期过去也是民间出来 现在有一些民间团体 他们也形成一个联盟 就是说他们期待这件事情可以更有进展的作为 所以希望将来法务部 外交部 还有我们主管机关 儿童局相关的部会 大家应该有一个跨部会的这个小组出来 我们去拟定一些具体的工作进程 然后具体来推动好不好 好 那希望将来就是这个科治长 还有就是曾部长 这个部分要大力的协助 好 谢谢 谢谢